张柏芝又结婚了。 新老公竟然笑他9岁。 张柏芝又结婚了。 新老公竟然笑他9岁。 劲爆! 张柏芝与小鲜肉在巴黎结婚了。 新老公笑他9岁,嫩口又静在。 谢柠檬都输他9条街。 谢霆锋张柏芝原来多么幸福的一对, 如今谢霆锋又和王妃复合。 张柏芝一直以好妈妈形象是人, 一心都用在孩子身上, 让大家心痛不已。 早些找个爱你的人吧。 自己一个人不容易。 谢霆锋可以说是娱乐圈的一个浪子, 和很多女星都有传出绯闻, 最出名的就是与王妃的姐弟恋。 看来她和王妃是真爱, 但是最苦的是张柏芝。 近日,张柏芝在巴黎被表白, 在被表白时张柏芝哭了, 她觉得自己不会再爱了, 或许是因为想到这些年一个人的不容易, 也或许是为自己终于找那个心疼她的人。 如今幸福养人也被传出婚讯。 张柏芝要结婚对象是小11岁的小男友何孟怀, 对张柏芝非常照顾非常好。 而谢霆锋知道张柏芝要结婚的消息, 很淡定回应, 她好就行了。 毕竟谢霆锋跟王妃在一起很好。 像张柏芝表白的何孟怀, 何孟怀出生于1989年, 既是主持人又是演员。 与何孟怀在一起的张柏芝非常幸福又恢复了小女人, 两个人郎才女貌相当般配。 张柏芝即将在巴黎结婚。 曾经的一家四口多么幸福, 就是因为谢霆锋和王妃复合, 张柏芝痛苦不已, 如今她找到拥有的幸福。 一日夫妻百日恩, 张柏芝为她生儿育女, 可以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想不到谢霆锋说放下就放下, 这让很多网友替张柏芝抱不平。 怒对谢霆锋, 渣男, 希望张柏芝幸福。 张柏芝还在幸福晒娃, 谢霆锋和妈妈迪波拉却开始素不满。 张柏芝。 张柏芝谢霆锋结束了婚姻感情, 张柏芝一人带住两个儿子, 一手栽培出阳光帅气的Rickers和Quintus。 多年来, 谢霆锋忙起了风味, 谈起了新恋情, 也是忙得不可开交。 甚至被指, 谢霆锋错过了太多关于Rickers和Quintus的成长瞬间, 小儿子Quintus至这样对爷爷谢贤评价爸爸谢霆锋, 爸爸在的时候妈妈不在, 妈妈在的时候爸爸不在。 谢霆锋的暖男形象, 回应关于王菲的恋情事, 每天都是节日。 威暖两个孩子的, 只是张柏芝既当爸爸又是妈妈的爱。 在妈妈眼里, 不管孩子长得有多大, 始终还是孩子, 正如谢霆锋在母亲迪波拉眼里也还是孩子。 因为风飞恋对儿子的成长, 迪波拉看到的是快乐阳光, 养生的谢霆锋, 这让她很是感动。 张柏芝工作之余, 便是带着两个儿子自处欣赏风景, 感受不一样的生活。 很多时候, 张柏芝也是大方分享了两个孩子的成长瞬间。 近日, 张柏芝转行卖起了新衣服, 模特正是两个阳光帅气的儿子。 没想到, 这一举动却和迪波拉, 谢霆锋的观念有了较大的冲突。 谢霆锋在日前接受采访时, 就表示不会带孩子参加综艺节目, 因为不想她露台多年, 会牵扯到孩子。 在此前接受采访时, 迪波拉曾表示, 感谢张柏芝生了这两个孙子, 而且把孩子教育得很好, 礼貌懂事。 但是也希望孩子能在健康的氛围里长大, 给他们足够的私人空间。 有不少网友认为, 迪波拉延外之一是觉得张柏芝让两个孩子露面太多, 过度地消费两位孙子。 不过, 话说回来, 张柏芝多年来的感情空白, 亮点一线的日常, 工作,带娃, 分享下两个帅气的儿子成长照, 也是在正常不过了呢, 你们觉得呢? 。 谢霆峰, Nicholas Stine, Baum, 1980年8月29日, 香港歌手, 词曲作家及演员,兼任企业老板身份。 2003年创办Post Production Office 公司, 为中国最顶尖特效制作集团, 后议投资房地产, 并涉足餐饮业, 娱乐业等行业。 儿时跟随家人移民加拿大温哥华。 他从14岁开始对音乐产生兴趣, 15岁到日本东京修读音乐。 1996年谢霆峰出道, 并以自身胖义偶像姿态快速获得中港台年轻人的支持。 他酷爱摇滚曲风, 21岁或世界音乐奖, 也是香港首位80后金像影帝。 2018年,谢霆峰或邀出席2017年度赤渣乐坛颁奖典礼, 演唱多首广东作品。 谢霆峰, 张柏芝, 王菲, 这三个人的三角关系真的兜兜转转啊。 虽然谢霆峰和张柏芝两人的婚姻关系已经正式结束, 但依然有很多人将两人的生活连接在一起。 近日就有网友爆料, 张柏芝在和儿子Lucas吃饭时疑似体力不止而晕眩, 将他拥在怀里的不是别人, 就是大儿子Lucas谢震轩。 根据张柏芝本人的官方Instagram中指出, 原来大陆媒体说的晕眩, 其实是张柏芝因为太累了而不小心在吃饭空档睡住了。 而Lucas也非常懂事地陪伴在妈妈身边, 而且还帮妈妈剔牙, 让妈妈直谱, 教我如何不爱你。 而一众网友在看到张柏芝那么憔悴的面容后, 竟然把矛头指向谢震峰, 不要再理那个不是个东西的男人, 你不是没给机会给他, 我们大家都看得到, 谢震峰会后悔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谢震峰真的有点很心讶, 给张柏芝这样负责人的母亲点赞。 谢震峰被传送豪宅给王菲。 父亲和谢震峰一直以来被网友讽刺又绝情又自私, 最近还被人爆料自己为了让王菲的孩子顺利出生, 花了800万人民币, 约490万马币, 为王菲祈福。 另外, 大陆媒体报道谢震峰送了一栋豪宅给王菲, 还被野鱼, 跟张柏芝一起的时候都没有那么大方。 前公公谢震, 我把财产给王张柏芝。 前公公谢震, 我把财产给王张柏芝。 据媒体报道, 谢震峰爸爸谢贤知道自己的儿子对前妻和儿子那么无情后, 已经在一次访问中正式揭露自己已经把遗嘱立好, 将会把自己所有的财产留给张柏芝和两个孙子。 in this article, 王菲, 谢震峰, 张柏芝, 谢贤。 来源, http, www.hatpes.lifecat125note1779957166676。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